欢迎来到POP Radio What's up Music 我是陈君昌 这一个小时有好久好久不见的朋友他是韦里安 嗨 君昌 嗨 大家好 好久不见 这个小时有好久不见的朋友他是韦里安 嗨 君昌 嗨 大家好 好久不见 好可怕 我刚算了一下啊 一年 其实蛮快的耶 真的吗 现在发专辑那好人一年再发一张的 而且我们可能本来要更早见面了 是 因为我在去年的12月帮你主持了演唱会的庆功业 然后我们真的就没有遇到了耶 怎么会这样子 中间就没遇到 因为我6月 我7月的时候就出差啊 我去上海去了快半年 5个月左右 对 所以人都不在 就是要这样子回头看才会发现到 真的好像时间过得很快 但也没想到就是365天我们这样子没有见到了 不过在年底的时候 感谢你送给所有的歌迷一张好棒的野胆礼物 不敢不敢发现我的新专辑 I'm more sober when I'm drunk 也是一张为我的人生歌颂的专辑 你最清醒吗 我最清醒 我的人生一直在drunk 我不是清醒的那个部分 我说的最是那个喝醉的最 这张专辑就叫我最清醒 我听到这张专辑的名称的时候叫说 就是在歌颂我的人生啊 维里安不愧我们是好朋友 是的 因为我们一年不见 这张专辑必须要送你这个大礼 对 可是我想请问一下 请说 我们认识那么久 嗯 你drunk吗 我对你说这个字眼 知语你好难直接联想 很冲突对不对 对 对 反正就是让大家看我的另外一面 我也是有drunk的那一面 哦 那这样喝酒没约就是你 不应该 对 不起 哈哈哈哈 没有不知道啊 你下次要喝可以约我啊 对啊 随时都可以喝起来啊 对啊 大家聊聊 这张专辑英文专辑一直以来都有听过你在音乐的创作当中可以有一张这样子的作品哦 是已经筹备很久了吗 还是真的疫情这两年我觉得突然之间大家时间的调配之后 tempo不一样 嗯 诶 开始就会有些新的作品出来 嗯 嗯 其实想要做英文的作品 在做上一张专辑的的过程当中就有在想这件事情 嗯 其实我自己的规划本来就是想说 上一张的去年的那个Sounds of My Life 这张有点纪录片即时的这张专辑 有点像是纪录我自己的生活的 嗯 这张之后 我 我在做的时候就想说我的下一张一定要做一张英文专辑 不管不一定是专辑就是英文作品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想说我要不要做EP 嗯 就几首歌累积起来 然后但是后来就是累积的英文歌越来越多 最后就 就够了然后就发 就觉得可以做专辑 嗯 一直有在你的一个愿望清单当中 对在规划中 所以从那天我们的听歌会开始发现到 嗯 这也是蛮充满一张 赫尔蒙或费洛蒙的专辑 哦是吗 很撩人耶 耶 很撩人耶 对啊 因为我觉得就像刚刚讲你说 drunk跟我的感觉好像搭不起来 但其实确实那也是一个 另外一面的维里安吗 嗯 那这一次我把它分裂的更明显 比如说中文的就是维里安 嗯 英文是OK Waybert Waybert他有这一面 I can go get drunk 然后我也有比较 比较叛逆比较狂野 或是甚至比较露骨的那一面 对啊 透过英文去去展现出来 所以用英文你说了 这样子是你很熟悉的文字 但毕竟不是母语 就是第二语言来讲的话 对 你觉得在创作或在感情释放的时候 嗯 会比较open一点吗 有另外一种 有另外一种有趣的地方 嗯 比较直接 因为英文的作品本来就是比较口语一些 嗯 嗯 除非今天是要写你说比如说什么 Bob Dylan啊 或者是Stin啊那种 比较比较资深一点 比较老的这种folk song 要比较有点像文学作品的 就是新诗啊 Literature这种方式去写 对 其实现在的流行音乐 并不会那么要求 一定要比如说啊文法一定要对 什么一定要工整 什么这些的 嗯 没有那么要求 反而让我更 怎么讲 呃更自由一些 可以用比较口语的这种话来 来直接去传达 某一些想要讲的话 嗯 可是你的音乐在 中文或国语的话 民谣系列是大家很熟悉的啊 所以当你要做一张英文专辑的时候 嗯 你有特别想要跳脱吗 嗯 因为这次的编曲 我觉得也让我们大家很惊艳 嗯 对确实就有啊 确实就是想说 诶可以来尝试看看 但是如果你有一直在follow我的作品 我说各位听众 应该也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比如说第一个 我本来就是一个很 对 不安于世的人 嗯 在音乐上面很喜欢做 很破格 让别人跌破眼镜的尝试 那 这一次尝试的这些曲风 其实在上一张专辑 我觉得也可以听出 有一些些的线索在里面 嗯 上一张专辑有蛮多的Neosoul啊 这些R&B 也是有很多的取样的东西在里面 那 做英文的时候就想说 既然都做英文专辑了 我怎么把 音乐的部分推到极致 甚至内容的部分也推到极致 让我不要去考虑任何的 别人的眼光 觉得说 这是不是维里安 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怎么去把这个作品 做到最好 然后 摆脱掉维里安 这三个字 而是 Weber 他做的是什么 哦 你现在是阿密特吗 你知道 这是双轨并行的路线 对 我一开始 其实有一点想的是 我 那我要不要跟阿密特一样 我有另外一个名字 这样子下去做 但后来就 作废 因为想不到一个很好的名字 可是他的概念 他的逻辑思考是这样子的 对 其实思考是一样的 没错 于是那天我们在翻开歌词本的时候 就 嗚 有好多好 好strong的字眼哦 以及 呵呵 所以第一个 映入你眼帘的是什么字眼 就很多 F开头的啊 哈哈 我们想说 但是还好吧 F跟S开头 这在英文也很常见啊 英文跟 是啦 是不是 毕竟你 但跟韦里安三个字连不起来 是 I know I know 对不对 嗯 所以你在那个梦境当中 是不是 那个和你一起打球呦 对对对 打球的 所以那一句的 亲切问候 是 启发了你很多不同的灵感 对 对 呃 就是我在哼 就是I'm more sober and I'm drunk 像这首歌是做梦的时候 梦到那个副歌的旋律 嗯 然后就是我 躺在人行道上面 就趴在人行道上面 一个普街的状态 然后就旁边打篮球的人过来说 诶 你这歌超chill耶 然后我就醒过来 这样 所以等于是 我觉得是他把我叫醒 嗯 不然的话我有可能会继续 梦下去 然后有时候会这样 就是你做梦梦到一个很棒的旋律 但是你人 还是在做梦的状态 等醒来的时候已经忘记了 嗯 但我真的记得是他跟我讲完那句话 然后我就惊醒 然后就去把这首歌写下来 但是是有旋律的 你还有记忆在那个时刻 对对对对 就是我记得那个旋律 然后我想说 立刻把我的摸 然后把手机拿过来 赶快赶快录下来 哇太棒了 嗯 还好你有记得那个很重要 很酷的地方 嗯 才可以延续出来 诶成为title song耶 对啊 对啊 这好重要耶 就是一张专辑 我们常常聊嘛 就定调 不管是开门歌 或者是他的一个就是title song的话 就很直接的呈现 你这一次想要唱什么跟写什么 对有一种 这样要怎么讲呢 也不是天时地利人和 嗯 有一种 天命的感觉嘛 老天爷就在梦中就是 跟我说就是 就是这首歌 就是刚刚起来 因为 在这首 写这首歌之前 其实我已经有专辑的概念 嗯 这个专辑的title我已经出来了 我就说我要做一张专辑叫做 i'm more sober when i'm drunk 嗯 但是歌我还没有写出来 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同名的单曲 它可能是专辑的名称 直到我梦到这个旋律 然后 我才想说 诶 这两个搭起来 其实满符合的 一开始我还想说 这title track可能可以 更悲伤一些 可能是一个慢歌 一个抒情歌 嗯 但没有想到 是 呃 以这个样貌跟大家见面 但其实那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更好的状态 因为 这首歌表面上听起来很热闹嘛 非常非常的 就是 非常的激动 嗯 然后非常的嗨 但是它在 在歌词的背后跟深层的意境 是非常非常的悲伤的 对 对 其实就符合整张专辑的概念 它透 你透过一个外来的刺激物 就是酒精 你试图要忘去 很多的烦恼 但是你 你要 去寻找这个外来的刺激物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有很多的薪碎 你有很多的烦恼 这好像是第一次我会开始想要 解构 或是把你的音乐开始拆开来听的 以前我就觉得说 一首歌它就是很整体的 直接的给我们感觉 但这一次的话 包括了编曲 包括那些鼓 它的那个鼓点 对对对对 还包括你说了 可能它的 曲样 它的形式是开心的 有节奏的 但是讲着一个比较 set 或者是比较负面的情绪的 对 这一次就很好玩了 也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些 拆解或不同的聆听的方式 嗯 里面有 各种的 小巧思吧 嗯 跟Sounds of My Life 有一种 呃 异曲同工之妙 Sounds of My Life 可是更 更真实的世界的那些路的声音 放在里面 变小巧思 这是很多编曲上面的一些想法 婚姻上面的 或者是回到歌词上面文字的那种游戏 对 你刚才说了 经过一个梦境 好像就是有一些 雨着或上天的讯息 嗯 给你了 对 你不是我第一个听到这样子的耶 好很多人都这样 很多人都这样 对对 蔡健养也说了 就是当你们这些 我们以为 就是丰沛的创作灵感 嗯 这些音乐人的时候 慢慢的到了一个阶段 你们都会觉得 你们好像只是一个 转换器 我们只是一个vessel 对 我们就只是一个 有一个更高的 我没有什么宗教信仰 就是有一个更高的 力量 力量 他在透过我们的双手 或透过我们去把这些作品做出来 然后给需要的人 那 像比如说这张专辑就是 俊昌非常的需要 非常需要 非常需要 就是属于他的人生的 对对对对对 对所以应该是有很多很多 最深 也不是最深梦死 就是 需要需要这样专辑的人吗 是 功德一见 啊是功德 功德一见 感谢你 所以你就是啊 来自于宇宙的力量 你这个传书转换之后 对我们的生活 也可以起了很多的变化 感谢你 你现在已经有在漂浮在半空中的感觉了 然后来跟着我们一起 看你要选择清醒 还是选择酒醉都可以 好不好 你要sober 还是要drunk 这是来自于专辑的 抬头单曲 这一次威廉安带来他的全新的 专辑 呃 这样子好了啦 我们把该做的事情都先做一下好了 好 各位朋友 请理性饮酒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是 哎不要这样子 要是有罚单的话 我真的要找你 你想到各个媒体的时候 我觉得你在问候完之后 先把那些全部都讲完 先讲完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就像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投资有赚有赔 是是是 使用前行现在公开说明书 对对对 哎呀我们专辑来不及把那印上去 就要印哦 理性饮酒 请我开车喝酒喝酒 喝酒不开车 或你做一个很特别的贴纸 或贴在你的衣服当中 你去各个电视节目的时候 啊 就唱所遇见 也是可以 好各位请要理性饮酒 未成年请勿饮酒 对 但是如果你可以了解到这个 happy juice里面的一些 happy juice 微妙的话 就请好好的享受 威里安这张专辑 是的 sober 你为大家介绍一下吧 我觉得它这个字 还 蛮有它微妙的耶 外文系的你来介绍一下 对sober 当然就是清醒的意思 就是它放在专辑的 这个title 在这个 I'm more sober when I'm drunk 字面翻过来的意思就是 我喝醉的时候更清醒 这个 这个意思就算用中文讲出来 其实它都很有趣 嗯 因为它有个冲突感嘛 嗯 一般人你听到就会想说 怎么可能喝醉 啊就是就是芒啊 就是微醺 怎么会更清醒呢 那在一深思的时候 可以去想说 喝醉是什么状态 嗯 我们刚刚说的微醺 是一个很棒的 很棒的 一种感觉嘛 如果你 你已经成年你可以饮酒的话 嗯 你可以去慢慢感受 在那个状态底下 其实有时候 我们可以讲出自己原本 不敢讲的话 嗯 有时候做出 平常不会做的事情 不管是好的或坏的 它会放下你的某一个部分 在那个时刻 搞不好你会更认识自己 你会发现说 哦原来我是这样想 嗯 或是原来我这么的难过 或是我这么的开心 这都是更了解自己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觉得 对我来讲是可以这样解释的 就是你醉的时候 反而这样子更清醒 那当然听的人可能也有 别的想法 嗯 那我觉得 像你刚刚讲到说 喝酒这件事情 我觉得也是一个蛮有趣的 因为古人也这样 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就是 我想要解除我的烦恼 喝酒这件事情 有这么悠久的历史 它有它存在的意义吗 对啊 我觉得如果 好好的善用它 叫正向的部分的话 有些人可能 他的情感 嗯 敏感程度就会被放大 对 有助于创作啦 嗯 这个情感纤细的人 对 然后有些人为什么觉得自己 稍微微醺了一点之后 好像唱歌比较有共鸣 哦对也有人这样子 就是以前上不去的pitch呢 就轻轻的一唱 每个人都是王妃 或者谁 就是 就可以了耶 因为就放松了嘛 人就放松了 这是一个原因 然后情感的那种 接受的层面 或者是想宣泄的层面的话呢 就更强烈啦 就像你这种专辑当中的 有很多很 很精彩的字眼 很棒的情绪 到时候我不太懂 我看到的 这个介绍的文字说 这也算是一个 疗伤之旅 对 对 对 我毕竟也是有 就是做任何创作 都会掺杂自己的体验嘛 这样子 那等于做这张专辑的时候 我也在 经历一些 自己心理上面 需要治疗的部分 嗯 对啊 就是那一阵子也是很常 跟朋友约出去 就是小卓 大卓一番 就是有空的时候 那 当然 那样子的体验 呃 怎么样子的生活 一定会去刺激 或是影响一个创作人 他的作品 所以 这张专辑就是因此而生 那 透过做这一整张专辑 它是一个发泄 也是 也是我自己疗愈的方式 嗯 对啊 里面可能一些呢喃一些耳语 也是发自我的内心的 嗯 对啊 总是有一部分在里面 包含了唱腔 他的 共鸣处 或者说唱出来的那个方式 诶 也不太一样了耶 对很多人都 呃 专辑发行以后 包括听歌会之后 很多人都 都跟我讲这件事情 或者是 有人在听歌会问嘛 嗯 但是我反而有点 surprise 我知道大家会觉得 哦很不一样 但是呃 我在配唱或是在写这些歌的时候 反而是没有 没有很刻意的要 要去做一些什么东西 呃 对我来讲 那反而是一个很 怎么讲 很自然的方式嘛 嗯 当歌曲的编曲是这样 这个氛围是这样子的时候 好像唱腔自然而然 就是会往 那个方向走 很像 也很像去扮演某一个角色 那这个角色 他本来就是 应该是这个样子 我并不觉得有 有很 很刻意的要去做 但 这样也好 因为就变成说 那我在唱的时候 其实是 也还是真诚的 嗯 虽然说是唱英文 然后有一些这种 大家觉得 呃 可能 就是很不一样的腔调 跟我平常啊 嗯 对啊 但是他是很 很发自内心的 他就是一个很honest的东西 比起Sounds of my life的话 这一张 特别又是英文的话 你有没有觉得你 演的成分多一点 我跟你说 他很视觉性的一个创作了 对 然后你可能将他的氛围 场景 你都已经设定好了之后 嗯 你用歌声去演一个角色的成分 多过于以往 可能是记录 对 这倒是真的 嗯 这一点倒是真的 嗯 呃 我觉得你下的 对 我无法再讲得更好了 确实是在演一个角色 嗯 因为这一整张专辑 他讲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story 然后 我有点像是来扮演这个主人翁 嗯 当然 会有一些自己的体验啦 但不是全部 不可能全部都是真的 没关系啦 創作者都会说是我朋友的故事啦 不是我自己的啦 我家人的故事 对对对对 当然一定有自己的故事在里面 但就是你不可能百分之百还原嘛 因为他终究还是一个创作 嗯 要融合才有意思啊 别人的一些亮点 跟你自己的一些过程 是 因为一个人只有活一辈子 嗯 无法有那么多的体验 嗯 总是要对对对对 截取别人的highlight 是啊 嗯 你的演出还包含了 他的场景的布置 就是歌的編曲啊 嗯 你给他不同的一个节奏 或不同的那些 呃 tempo的走法 嗯 我觉得这就很像是一个很视觉的转机 嗯 是 我在写的时候 其实脑海都有各种不同的画面 比如说这首歌 可能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态 嗯 诶我们现在拿到的专辑 跟你当初所写的 都差不多吗 既然你 嗯 那么一条龙 或者是说全全的处理这些歌曲 连编曲都是你啦 嗯 然后制作也都是你 会有很大的差别的吗 嗯 你说跟原本一开始的想像 嗯 或是你的demo 对差异没有那么多 差异比较多的反而是我自己没有编的歌 嗯 呃这次有两首歌 一首是 呃少庸 黄少庸 跟 那个 果果 果果那个 《落日肥车》的主唱跟吉他手 嗯 《灵魂人物》 他们有帮我编其中的两首歌 这个就跟原本的写的时候的的样貌长得比较不一样 完全是不一样的 呃另外一种呃就是跟原本原本的demo不一样 对 但是很符合这张专辑现在的这个状态 很好玩 其他的都非常的贴近 其他的因为 我觉得很好玩 对对对对 就是一个他们替这张专辑增色非常非常多 因为以前我们都会听到就是说 哦 谁是谁找维里兰写歌之后呢 诶 那个歌就是维里兰了 嗯 你懂吗就看 你说哦哦大家听的时候就知道说 哦这是维里兰写的歌 也可以秀的出来 或是感觉的出来 但是现在是在维里兰的身上会听到 他跟其他的音乐人合作说 诶 你有落日飞车的感觉 对 或者是有 对其实找果果来就是为了要这样 哈哈那首歌 就想说诶 呃其实是许初豪给我的idea 因为原本那首歌demo蛮阳春的 就是很简单的配器 就只有电吉他鼓啊 Bass这样子 嗯 然后舒豪就说诶 好像可以编成Dream Pop这种感觉 然后我想说诶 就很 他就说很像落日飞车那样 我说哦那干脆找他们来 来合作看看 对啊 这一次的编曲有更多的摇摆感或是节奏感 嗯 所以在接下的舞台演出 你的肢体是不是也更加的居多 嗯 律动性 就会随意的晃动这样 会动起来了齁 嗯 可以了齁 会随意的晃动 但是不一定是大家觉得舒服的 但我觉得舒服就可以了 你会舒服 但是我们看的人会不会舒服 I don't care 可以啊 你就当你自己啊 我们台下的朋友 我们就自己去感受一下嘛 好的 既然讲到了落日飞车的果果 帮你做了这首歌 别漏险嘛 嗯 对不对 好 我们就先听这首歌曲 待会再来跟大家分享 我还蛮喜欢的歌曲 好哦 那个节奏感啊 或者歌词呢 其实都还蛮打动我的哦 嗯 好 在今天岁末年中 哇 准备要跨年了哦 有老朋友一起来聚聚 这是非常开心的 一整年没有见到 在这最后一刻的时候呢 大家就好像跨年一起吃火锅 一起聚餐 多好呢 就是老朋友 真好 因为我跨年都无法做这种事情 我都要去工作 提前 提前我们空中跨年一下哦 耶 刚才听到维里安最新专辑里面的 嗯 刚刚说了别漏馅 别漏馅啦 Don't show it 嗯 但我最爱的是那个Typo这首歌曲 噢耶 me too 对 首先我先来分享那个节奏 我本身对这种拉丁的 或是叫比较 Dance Hall 对 或是Jungle的那种编曲 我就觉得 我很容易被挑起来 嗯 那就对我来讲 很撩啊 我好可以想像你 你喝酒的时候 会是这么状态 感觉就是 你又不找我喝 你又不找我喝 对不对 好啦下次下次 下次我们来喝啦 但我觉得节奏好重要哦 嗯 就有很多嘻哈的朋友会说 谁先写这个节奏的 嗯 多过于他们说谁先写词 对 对对他们比较在意 track跟beat嘛 没有啦 flow也很重要 但是确实track跟beat 这首歌 确实一开始写的时候 我就是先从节奏开始的 嗯 因为我想要尝试看看 可不可以写这样子的 甚至 呃 原本想要recketon 就是拉丁一点的那种东西 而且还有混搭耶 我觉得它有层次的耶 不是从一开始下去 就给你棒棒棒 就是一开始就 对 呃不算当头棒 应该说一开始就给你 胃口痒得很大 它有循序渐进的感觉 一开始是丢一点点丢一点点 你觉得诶好奇 这歌会往哪里走 然后到第一次的副歌 哦 感觉哦那就是这种歌了 到后面诶 哦又开始又有新的东西丢进来 对 突然就有edm的元素在里面 edm之后啊drop之后 嗯怎么变trap 而且整个就是整个人 声音变调 然后到最后整个outro 整个进入一个大的高潮 这样子 这就是喝酒的过程啊 对对 你那个酒会慢慢的上来 你不是第一口的时候 没错 就会有这样子的few 所以你是有层次了 没错你的巧思 我的巧思都被你 被你读出来了 对 我要感谢你有这样子的一个 层次的铺陈哦 但我很抱歉的是 你的巧思被我搞砸了 怎么了 我很爱这首歌曲 是 那天黄伟静来我的节目 我就是跟他分享这首歌 哦Waterfalls吗 对 我跟你说 我要帮你还原那天的状况 其实不是像到最后面那个状况的 他那天来我节目之后 嗯 就说我待会要去看李安哥 我说他有听歌会 他的歌词本很漂亮啊 你们已经先拿到那一 他的酒也很棒啊 我就先分给他看 嗯 当然他一打开来就是崩溃嘛 嗯 对不对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那样子 我说你待会去问他啊 他外文系的啊 那样子啊 他说哪一首歌呢 你喜欢哪一首歌呢 他问我 我说Typo啊 我还帮你先解释 他说会很难吗 我说不 你就抓关键字 有没有看到 Fire in your eyes 哦 有火了对不对 嗯 然后你看这边哦 Lose control Like waterfalls 嗯 他说哦 我说你懂吗 他的意思就说 那么那么激烈吗 那么那么巨像吗 是的 我说你待会直接问他嘛 问他嘛 叫他翻嘛 他说哦 就是大家 有Fire的时候 在Lose control 就会 Waterfall 会噴出来吗 他用噴出来这几个字 诶 对 没错 然后娃娃的 再解释 是也没错 不 我就就 一泻千里啊 哇 我们上面那么美的情欲流动 为什么到金曲歌后那边就 嗯 不对了呢 我就一天晚上想想 At他 某方面也是对啦 也是一种Typo 也是一种误毒误邪 也可以啦 我就觉得这是有铺陈的嘛 你看眼中的火到最后面 诶你用瀑布来形容 嗯 这种情欲的流动线 嗯 我是觉得很美啊 嗯 谢谢军长 谢谢 你有很多很巨 现在脑海一直在想着娃娃 想着娃娃 威如轩 你把好好的一首歌曲 搞成这样子 吼 但你有没有是 在这一次 你真的试图要用很多巨像的元素 去描述一些真的 看不到的抓不到的 情感情欲的东西 嗯 确实也跟 最后回到很基础层面的东西 我很久以前也是有 有上一些 或者是买关于写歌的书的作品 嗯 然后我买过这种 Berkeley的教授写的写词的 那那个时候他就是 他主要讲英文词 然后他讲的就是 object writing 你尽量把 具象的比如说 酒瓶 桌子 这些东西 在你的作品里面多写出来 因为这种具象的东西 其实会 更让人有 画面感 嗯 或者是更能够 把你的 把你的词 多一些层次 因为你如果直接说 我很伤心 跟 你写一句说 我打开了酒瓶 哎呦 那就多很多的余韵在里面 有呢 有呢 就是用具象的东西去表达 更深层的意思 嗯 但是大家不要紧张哦 想说外文系的 威里安 出一张英文专辑 可能会有很尖声的字啊 很文粥粥 对 可能就是看歌词 看一两句 要去查字典 哦 不用不用吗 我的英文也不太好 你最好英文不太好 全部都是非常简单的单字 可是简单单字 把它组合起来 我们可以感觉到情绪 我就觉得真的比较厉害 对 但其实我觉得 这本来就是英文歌 他好玩的地方 呃 比如说像这几年 我也很喜欢 你说Billy Eilish跟Phineas 尤其是他哥哥 他哥哥写的东西 他说过他 影响他很深的是 那个Leonard Cohen嘛 嗯 嗯 然后Leonard Cohen的 歌词其实也是很有诗意的 但是当你仔细去读歌词的时候 他跟真正的新诗 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 嗯 没有那么尖色 那么那么深 我说的是古的 古的音诗啦 现在新的比较好一些 嗯 但是他如何用这些简单的词语 然后去带出 后面 你一深思 然后就是 就是会起鸡皮疙瘩的那种感觉 我会形容中文的话 就是类似葛大写的词 葛大的词其实也没有很 尖色的东西 比如说他就写 哦 在被你提起就是联名戴姓 啊 这没有什么 这当然有成语 但是不是一个用很尖色的词汇 但是你一细思就会觉得 哇哦 很 很有感觉 嗯 对我很喜欢这一种的表达方式 那所以那英文又更适合 那直接的一种触动 是不是基于其实很很口语化 嗯 他必须要口语化 然后再 啊 喝酒第一口要好入口 是 对不对 有入口之后 你才可以让他的效果 揮发出来 对 如果第一口就太烈 或太不舒服的时候 就不要再讲后面了 才会一直回来第二杯第三杯啊 再继续的品味 对 所以你在写这一次的时候 就尽量的找寻大家 公约数最大的那些 英文单字是不是 哦 也没有 也没有刻意耶 其实也没有刻意 嗯 像刚刚讲的就是 关于唱腔这个部分 其实也都是 满自然而然的 嗯 去写出来 嗯 就像写 我一开始刚刚出 中 出专辑的时候 中文专辑的时候 大家都说 啊你灵感怎么来啊 你怎么写这些词 其实很难解释 它就是你一个过去所有的 所有听过的歌 你喜欢的这些东西 都成为你创作的养分 那回到英文歌 其实也是一样 是我过去所有听的这些 英文的作品啊 它变成我创作的一个养分 所以你说 怎么唱或者是 这个词怎么来 那 就是我有一个很大的 这个资料库 嗯 我等于已经 已经 很自然的觉得说 唱这个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是 没有刻意想说 我要再回头去想办法怎么做 抛开你的预想或是预设 好好的去来感受维里安这一次 带给大家音乐当中的 你说冲击也好 嗯 或者是概念也好 因为可以听之外 还可以看 嗯 它成为了一个很异象的剧集 是的 嗯 你要介绍一下吗 我们去哪里要看维里安 对 其实就上我的YouTube 大家可以订阅 开启小铃铛 按赞留言 对对对 就是会看到我的这一次 九首歌嘛 每一首歌都会 都会是一个剧集 嗯 这九首歌我们拍成一整个影集 有点像Netflix 然后我忘记昨天谁讲的 就是Birdflix OK 因为是Weber 对Birdflix 大家可以开始追 我们一次会上三集 呃这个 大家听到的时候 应该是可以看到前三集了 嗯 对那 呃这个故事呢 它把 我原本专辑是一个线性的 就一个晚上发生的事 然后导演Birdy就把它 有点剪碎 呃不只是 变成不只是一个晚上的故事 但是是一对情侣 她们在不同的时间线发生的事情 那大家看到最后面的时候 才有办法 哦重新串起来 这一整个脉络是怎么样 这好玩耶 今天是用听的 下次大家用视觉 来去感受 这张专辑所串联出来的 歌曲的温度也好 嗯 或是故事的角度也好 我觉得更 有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好听 好 那我们先来听歌 在这一个阶段 可以搭配视觉 你想播哪一首歌呢 搭配视觉 我们播太婆了吗 还没啊 那当然就要播太婆了 Waterfall来了 Waterfall 就在你来到我们这之前 我觉得好可怕 你刚才自动提到了葛大 嗯 我跟你讲 刚刚鸡皮疙瘩起來 因为我在等你来的时候 嗯 葛大就给我了一个message 哦 对 然后我经过她的同意呢 她说我可以放出来 哦 放出来给大家听 哦 她不知道我准备要来访问你 真的哦 她就说她昨天梦到我 哦 葛大梦到我 最近到底是怎么搭梦来梦去 对 葛大梦到我之后在干嘛呢 嗯 我梦到你在电台最后一个工作 就是 韦里安的小巨蛋演唱会 唱到一半 她就要下来换衣服 然后你要骑机车 带她到电台去做一个什么事 然后拿东西 不知道还干嘛 还是唱一首歌 然后再回来现场 就是非常敢 跟非常需要准时的工作 然后 就是一个演唱会的环节 然后你就是那一个 Keyman I am the keyman 哈啰 全新的英年 I am the keyman 还有还有还有 好荒唐哦 你要换衣服吗 但是又好像有点酷 很酷啊 但是如果这样做 我同事会疯掉 就是你负责帮她换妆 然后带她去电台 好像唱另外一首歌吧 有点像以前那种福山雅治 不是她会什么 就是外地连线 之类那一种感觉 那就是你负责的 所以这个梦应该就是 暗喻你以后工作 还会有新的局面 所以不要担心 嗯 So sweet 给我一个祝福 重生重生 我跟你讲 真的是浴火就会重生 我现在要去找 那个机车跟安全帽了 因为我要载着你 从小巨大 我没有 你可不可以开车 为什么一定要搭机车 头发会乱掉啊 可是很多人赶场的时候 不就是机车比较快吗 你停车不好停啊 那是跨年啊 我小巨蛋是换 你是福山雅治耶 你需要这个外地的连线 福山雅治不是站在演唱会的舞台上面连线吗 福山雅治每年的红白就是在他自己的演唱会连线到回NHK的啊 对啊他不用搭机车吧 不管啦你要给我载啦 我心里也有工作了 可以要不然我骑Ubike 我们一起骑Ubike 可以耶 双搭好不好 对啊对啊 我要帮你换衣服 要帮你从小巨蛋 然后载到这个某个地方 换装之后 让你上来 你没有看到我同事热烈的眼神 看着你换衣服的部分 因为换衣服是他常常需要做的事情 他终于觉得有人可以帮他了 他一定会觉得说 我在机车上面是只穿的那一裤 因为换来不及 这样 WAH WATERFALL WAH 那我请同事先帮我特训一下好不好 我先填履历到你的公司里面 没有这个环节 有啦有啦 你只有连线 你上台主持 你骑机车上台 他没有给我上台主持的祝福 他是告诉我说 我要在小巨蛋 有机车等着你 葛大不要再传讯了 一下来的时候呢 就要赶快往前冲那样子 我欣然接受 而且葛大有说 好巧喔 而且我刚刚访问还直接讲葛大 对 而且他也不知道 我在等你来访问 完蛋了啦 我不要穿着内裤坐在机车上面 好可怕 OK啦 他最后 最后啦 对 他说请帮我问候韦迪安 耶 帮我问候葛大 好可怕 感谢葛大 你留些Message可以啦 快点 你的Waterfall 现在就留了好不好 对啊 你要留些什么样的信息 直接留啊 大家也可以听得到 大家也可以听得到的 感谢葛大 谢谢您进口预言 好的 我们期待 一起来看俊昌接下来的 嗯 从小巨蛋 对对对 从小巨蛋 骑着摩托车 骑机车载着我 中间可以先去买个咸酥鸡 没时间 我们要连线 我们要连线 你要演唱 没有咸酥鸡 这个环子啊 OK OK 我开始称为福山鸟制 福山鸟制 福山鸟制耶 对 I'm the key man 我要准时的帮你送上台好不好 谢谢葛大给我的祝福 Open the door 跟连线啦 好我把这个Message send出去之后呢 好啦 也要谢谢威里安 我这个节目12年了 你真的 从当兵前 对啊 从当兵前2009 从你当兵前 到当兵回来 第一次帮你举办 就是欢送跟 接风 接风对对对 然后到现在你都要缺习的例子 我有点忘了那时候 还是什么的 鸡腿 鸡腿 我没那么寒酸 我先给你鸡腿 是不是有钢杯啊还是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对 我有印象 天哪 真的是看着我长大 我是看着你长大的 所以请你记得 从来还成为男人的过程 都在俊昌的眼底完成 明年一定要应征我 让我骑着摩托车 没有问题 我只好答应 拜托啦 只好答应 我使命必达啦 所以要谢谢所有的朋友们 跟着我们的节目呢 其实经历过很多的 不同的春夏秋冬 也看到了好多歌手 他们一路的成长 这些很温暖的点滴呢 都是人生很棒的一个过程 当然 我就可以继续的去drunk yeah 我们一起drunk get drunk 恭喜你 恭喜你 过几天你唱完跨年之后 我们就来drunk 对不对 没问题 你还要唱 你还唱些尾牙或什么 超多的 超多的 反正我们一定会找到空档drunk 可以可以 或是过年的时候 反正我住苗栗嘛 台中嘛 我们都客家人嘛 对不对 尾巴尾巴想看到我 你不要 你不要骑机车来找我 我太远了 我会想办法很准时的 出现在你家前面 跟你drunk 谢谢维里亚你的出现 感谢 感谢俊昌 大家新年快乐咯 新年快乐 拜拜 拜拜